善良协会贴心聪明慧节 善解人意秀外汇中 蹲梁公险 气质出众美丽大方 其健持家孝顺公婆 还有谁能超越她 你这做老婆多合适 新果蜜媳妇海青 即将登上中天娱乐台 1月24日起 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 媳妇的美好时代 好 现在人很多人都有办所谓的智慧型手机 那包括呢 这个使用iPhone 4S 想说可以随时上网的功能 可是没有想到 那如果说在自己的家中 都受不到任何讯号 甚至连打电话接电话 以及呢上网都有问题时 该怎么办呢 于是就有民众真的是 向电信公司来反映这个问题 没有想到这工程师的回应是 因为他所居住的地方 属于弱讯区 也就是讯号比较微弱的地方 可是民众现在很生气的是说 这不管是要求月租费半价 或者是想要解约退费 都被刁难 就连玉角的五千多块钱 也要不回来了 拿着才刚买一个月的iPhone 4S 在家里走来走去 却没一个地方有讯号 连电话都打不出去 接电话 全简讯 统统没办法 更别说3G行动网络 根本测不到讯号 手机上无法显示 民众真的气炸了 最生气的就是完全没有搜寻的品质 而且电话不能接不能打 然后不能上网 我不晓得要这支智慧型手机要干嘛 没讯号就算了 想解约退费还不一定退得成 民众一个月要缴将近一千四百元月租费 办手机实行预缴了一年 另外再付五千四百元优惠价 把手机带回家 但没讯号想解约退费 客服人员却说 手机已经使用超过7天 空机价要一万三 民众必须要买回来 也就是说五千四百元不但退不回来 还要再付一万三 才能够解约成功 他告诉我们家这里确实是落讯区 离基站很远 可以说是没有讯号 那我不晓得 如果说叫我购回空机 我花那个钱去买这支空机要干嘛 客服小姐还问我说我会不会网拍 如果会的话可以用这个价钱 拿去网拍给别人 求张天新公司总公司强调空机原价要两万二 把民众预料的五千四加进来 再加上已经优惠过的空机价一万三 已经给民众折扣四千元 也就是说五千四百元确定退不回来 新买的智慧新手机 连基本功能都出问题 弱顺区吃亏 想退费退不回 没买到便利生活 反而买到一肚子气 新西文理事宏前面为台北采访报道